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肥寬天下 二百多間的中概股 頂住了 就是美國和中國 就是說其實是美國了 美國傾斂數 中共放一馬 在這裏就見到最新消息 阿里巴巴 京東 以及百姓 中國 都已經接到審計監管的通知 查看審計底稿 工作將在香港進行 就是說二百多間的中概股 美國的審計報告 我不回中國 那個大家都共同接受的地方 就是香港 在香港大家來一場大龍鳳 說完 事實上 我之前做過幾次節目 我都說的 美國是一個利益 關顧重要一點 因為始終到了 什麼叫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就是 用經濟領政治 政治是服務經濟的 而極權國家 就是中共 很簡單 他們就是任何東西都是服務政治的 所以 所以完全不同一個概念 你看德國 德國政府 蘇爾茨 你們不要在中國做生意 行不行 是不是 走啦 結果不行 日本 做少一點 韓國 不要 什麼什麼 結果 給錢 搬運幣 但是市場很清晰 這樣 在大陸的話 雖然很多的 外資廠走 但是不是全面 尤其做化工類 化工類很難離開中國 因為中國 是消耗了 未來過百年的環境污染 令到這些化工廠 留下 你再去別處 未必做得到 所以你只是化工問題 已經看不到有很多的廠 撤離中國 而華爾街日報 的報道也都講到明 這班所謂的叫做金融大鱷 他們全部最緊要就是 說有錢賺 事實上 過去 為什麼中共可以這麼強大 為什麼可以指手滑腳 就是因為得力於金融 你扮基金佬 結果來到今天 美國出手 喂 不行 中概股 你交審計報告 不要讓你亂來 這個就是中概股 的末日章子 當時大家都這樣說 那我就有少少保留 就是當日都這樣說 不會全面下架的 我說即使有百多種 還有過百間公司 只要不牽涉 大數據 和國企 央企的話 這樣他們都會生存到 和一樣會有其他的 中國公司 去 美國上市 因為很簡單 市場在中國 雜資在美國 這個就是過去 這些基金佬 和中共的協議就是這樣 那來到今時今日 第一 美國都一定會妥協在這件事上 而中共也都希望 我們要的就是外匯 我們就要的就是外資 如果今時今日全面退 你回到香港上市都沒有用 香港的 即是說的股票市場 在外國人眼中 已經等同中共 就是這樣的話 你的股票 你的企業 不會快高長大 所以這種妥協 是對的 事實上 中共是不是這麼強硬 不是 即是當日的滴滴打車 洩露出來的 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 習近平叫你不去 你不聽 結果他即時下架 造爆你 這個是政治問題 不是滴滴真是拿著什麼大數據 約車而已 怎樣影響國家安全 而最重要的 滴滴打車 由頭到尾 是在中國發生的 他不是UPA世界勝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數據 就是中國裏面的 但是就是當日 習主席拍了個頭 好 禁 不給他 退市 這些就是所謂 政治領經濟的後果 這些大家都應該要明白 今時今日 這樣的話 即是等於美國佬送了一宗大禮給香港 當二百幾家中概股 在香港做 審計的時候 他派出人 那起碼衣食住行 代表一方 人手 各樣東西 是不是 這筆都是錢 而 代表這些中概股的會計師 律師 工作人員 那 他們 在這個環境 他們賺到錢 也都多了的工作量 而 也都給到世界看到 就是說 香港的效率 美國 宋大禮 所以 希望不要 橫家之節 那當然 很多人說 看著香港沉淪 沒有得他死 還沒死 但事實上 阮小儀說得對 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候 你問我 哎呀有些人說 你大匪 你不要發香港夢了 每人有他的選擇 為什麼今時今日 還在香港 和大家做這些節目 就是因為 我心愛香港 我和很多 留在香港人 是一樣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 和Patreon 大飛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也都 希望大家 多些 建設性的留言 因為 來到 一天不收聲 和大飛安天娜 如果 多留言的話 會令到YouTube推片 會快很多 因為我已經 復播了 大飛安天娜 兩個月 在這兩個月裏面 我逐漸正常 那我現在就欠 建設性留言 希望大家 一人送一條給我 如果這段片 有五千人看 有五千個留言 那我贏了 五百個我都贏 如果這段片 有五百個留言的話 那很有可能 很快就過十萬訂閱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